这窃贼很是货 台北市警方逮捕到一名专偷男鞋的嫌犯 这嫌犯呢会锁定鞋子 一些名牌会限量的鞋子 然后整理之后再上网转卖 警方呢就在嫌犯的住处 起出了上百双的名牌球鞋 其中有些还是限量鞋款 这嫌犯大胆到 连警察的鞋子也砍偷 据说有些住户被偷怕了 他们都将这个鞋柜上锁了 戴着鸭舌帽 穿着身色上衣的偷鞋屁大盗 嫌犯轻松开锁模样相当老练 鞋是在楼梯间变装 戴上口罩 拿着白色麻布袋 准备一户一户慢慢偷 嫌犯这偷男佑名牌球鞋 有住户被偷怕了 干脆将鞋柜上锁 去买一个简单的锁勾住啊 早上巧要上班鞋子不见啊 皮鞋 那个刑警就是皮鞋 就连警察的鞋子都敢偷 嫌犯还在电梯里看了监视器一眼 社区住户赶紧将照片印了下来 贴在公告栏上要大家指认 警方称着57岁的私信男子 要在偷窃的时候上前逮捕 里头还有价值上万元的限量鞋款 嫌犯偷外加之后都会再清洗干净 甚至上游保养 每一双看起来就像是新的一样 比较高档的这个鞋子 是卖到东区二手店的这个精品店 脚上的鞋子也是偷来的吗 嫌犯平常趁着凌晨 在大台北地区偷窃 累积了上百双 本来想要经营网拍 偷鞋屁男子偷了好几年 初步估计不法获利至少一百万元